台湾青年持续吸进不只是服务业 医师、律师这些高端的白领 在对岸也找到了发展的空间 像是大陆可以说是正统中医的源头 就信了很多有志于中西英结合疗法的台湾年轻人 在那里深造与职业 也有律师克服了文化上的差异 顺利的进入大陆的法律体系服务 他们都觉得新的开放措施 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遇 还有发展机会 北京的一天又开始了 大陆的首善之都 这里医疗资源丰沛 除了当地居民 每年都有上亿人次的外地人赶进京城 希望能够听到民意专家的铁口直段 一小时最少吧 你两小时吧 累不累啊 这个走连走 你都大过那等吧 尽管看病得花不少心力 对在北京研读中医的蔡炳扬来说 这里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市场 消化情况是不是不太好 对 我背吧 来 换手 31岁的蔡炳扬来自台湾 从小就有行医志愿 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后 决定启动梦想列车 2012年跨海登陆念书 我那时候在考量说 去其他国家念中医 但是后来想想觉得有点怪 觉得还是说到大陆 北京来念中医比较合适 那时候觉得说既然要念中医 但是选择要念最好的 在北京研习中医足足六年 蔡炳扬现在开始累积临床经验 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我觉得她好亲切 然后跟我分析的都也很好 你的医术越高明 你的身价会越高 然后会有越多的患者 背上跟腰上这个比较红色 真红色的 表示你没有点医热 和蔡炳扬有相同梦想的人 还有吴湘词 今年24岁 高中毕业后就离家千里 来北京念书 现在研究所的她 对于未来发展早有规划 我可能会考虑在这边 再待一段时间 主要是因为这边 像我刚刚说的 这边病人比较多 市场比较大 因为他们会选择中医来看病 大陆强调中西医合璧 抱持较为开放的态度 与台湾近未分明的中西医疗体系不同 蔡炳跟吴湘词选择 留在大陆练兵打底 增加自己的专业含金量 病人 只要你愿意接受中医治疗 中西医合并治疗 其实在哪里都是病人 对我而言 病人是没有国籍之分的 大陆祭出31项对台的优惠措施 放宽台湾人民取得大陆医师资格 解除行医限制 加上拥有上千年以上的中医传统 预料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登陆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我觉得如果说台湾的医师 他想要进攻大陆市场的话 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方便 给你一个便利性吧 因为如果说 是你还得再重新再考一次 取得这边的执照的话 还是相应比较麻烦 对 你来这边直接申请换照 还是比较简单的 可以和临床实习同时得兼顾 太阳过海难免想家 菜比较跟吴湘慈 下课后聚会就是两人的慰藉 都台湾人嘛 对 比较有家乡味 可以一起聊天这样 多久没有吃你妈妈做的菜了 半年吧 这是菜比较和吴湘慈的 大陆医师梦 两个人还在努力拼出头 在北京的另一端 也有个圆梦起点 这个女儿成年之后 就起诉了我的爷爷奶奶 要求分割这套房产 要开庭了 所以想过来找您咨询一下 看看有什么办法 他叫沈杰 在北京当律师两年多 算是法律界的新兵 古道热肠 很喜欢管别人的家务事 当然是个挑战 如果民事纠纷来说 清乖难道的家务事 很多家务事 你很难找证据 只要是能力强 然后服务态度好 我们都是可以得到认可的 28岁的沈杰 2002年在台湾小学毕业后 就被父亲带到大陆生活 就连学什么专业 都早就被安排好 最早读法律 其实是我爸的意思 没有说到有好感的地步 但也没有说会厌恶法律这个东西 但是学着学者经历了过一些案例以后 就觉得其实非常有意思 沈杰现在每天法院办公室穿梭 空闲就充实法律知识 慢慢累积客户 在泼泼的大陆市场里 他是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 大陆这么大 纠纷无处不在 有时候那纠纷是非常新奇的 所以我觉得做律师是 其实每天都可以有非常多新鲜感 根据统计 大陆律师目前共有36万名 相较于台湾约2万名律师 尽管大陆每年成长5%的律师人数 但市场潜力比台湾要高得多 在这股春风之下 那我觉得当然 不管是大陆同胞也好 或台湾同胞也好 有意向来学习法律的 当然大陆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 大陆持续的开放 越来越多的优惠措施 从制造业到服务业 再到律师和医生 吸引台湾年轻人持续蹊径 开创全新的发展模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